好回到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三 我们谈健康谈医疗的单元 那在今天的话 不可免的 我们还是聊一聊新冠肺炎 我知道大家听肺炎 也听得有点点 我觉得那种心情很错综复杂 就又很关心又蛮担心的 但是又觉得好烦 天天都看到那么多的新闻 但是我们的节目一直都这样想 就是说除了让大家知道最新之外 我们会抓几个重点 为大家做点整理 就是说那种比较旁之末级的 我们就不太去讲它了 但是有关于这个病毒 譬如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就是说这病毒到底目前长什么样子了 因为这个病毒其实从发生到现在 它不断的在变异当中 从先前的重症轻症到现在无症状 从先前我还记得我们访问过 台大的感染科的医生李秉颖 他说他不会复发 到现在已经会复发了 因为有复阳的状况 就很多的事情在改变当中 所以这个病毒最新的样貌是什么 我们到底需要多担心它 我们就得要先认识它 认识敌人是第一件事情 你要对抗敌人 你要先认识敌人 好所以这个敌人病毒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我想我们都会为大家做点整理 那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保护自己 不管是外界的变化 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最根本还让自己的免疫力 可以提高 让自己做一个非常好的防护 所以今天我们就见有礼拜三 康建杂志的单元 我们就来 因为康建杂志这一期也做了防疫自救全攻略 几乎是半本 这个康建杂志都在讨论这个相关的话题 而中间有几个 我就觉得我刚才讲到的 比较重要的提纲切领 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一个最主要就是病毒 到底现在是什么样子 未来会怎么发展 再一个就我们自己应该面对什么样的状况 还有一个就是说 目前医院已经成为蛮重要的一个防疫的关键点 它如果万一失守会成为破口 它如果不失守 但是我们的医疗人员 它的体系是不是可以撑得住 所以呢医院必须做好 非常好的分流跟一些部署 怎么分流 怎么部署 康建杂志这一期也访问过非常多的专家 好所以今天这三个主题 我们来聊聊 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 那我们希望提供的都是有用的讯息给大家 那一样的现场邀请到的是 康建杂志的总主笔张晓慧 晓慧早安 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 那我刚讲就是三个主题 所以我们就就一一来 先讲这个新冠肺炎 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然后未来会怎么样 是我们也因为这样的议题 去采访了非常多的专家 然后大家也知道说 其实在上个礼拜吧 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疾病 因为大家现在关注的焦点 都在 都在这个新冠肺炎 或武汉肺炎这件事 可是上个礼拜其实我们的CDC还公布了另外有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患者好像是得了样虫病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传染病其实是非常多的 那大家会说 那再下来会怎样 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中国大陆那边稍微控制了 可是现在我们都知道 我们以前爱去日本的爱去韩国的 爱去即便要去澳洲 现在澳洲昨天都传出死亡的病例 对 那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也去采访专家说 那到底病毒的命运会怎样 它将来会往哪里去 那其实这个这部分的报告上前一阵子纽约时报也做过 那我们也去采访了那个中央研究院的 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那个感染症跟疫苗研究所的所长 还有中研院的院士赖明赵赖院士 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提出了一个说法 就是说其实传染率跟致死率是我们现在要去看的 那大家都听过麻疹 麻疹其实传染率非常非常高 但它致死率相对没有那么高 致死率最高的我们应该最常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演的 可是其实是发生的就是那个伊波拉的病毒 他会传染人不多 但是呢他致死率非常非常高 他说他就踏不出非洲吗 是是是 他就会有比较有零星的病例 那像MERS也是 那大概流感可能就是比较传染力 他他的致死率不高 但是他的传染力也是比较比较属于中上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武汉肺炎 我必须强调就是即便像我们在康健长期耕耘医药 事实上他现在我们采访太多的专家 他们都没有办法给一定的答案 对因为其实病毒一直在变化 重点就是其实我们对他的了解不多 那但是从过去的经验 就要抛给我们追就是了 对对对对 有这种感觉 那现在 因为我们先前好不容易就是追上了嘛 对不对 有一段时间 但后来没想到 所以记不记得在一两个礼拜前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 而且中国大陆还稍微开始趋缓了 然后全球都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对 那时候我们一度以为说 可能春暖花开 不是还有一首诗吗 对 什么烟花三月下扬州 希望三月能下楼 我看现在三月要下楼 蛮难的了 对对 所以现在我们讲到那个新冠病毒 大概现在收射出来的几个重点 就是说第一个他怎么来的 他怎么传染 大概第一个就是飞沫 第二个就是接触 就是我可能接触到一些 沾有病毒的表面 然后就碰到了自己 然后就传染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现在有一点是说 前两天也有报告在说 病人的那个眼睛的那个泪水 其实也有可能传染 然后再来就是粪口 可是这个目前都还没有确定 可是传染力多强 就是说大概现在都在说 病例的再生数 他传染力 Bill Gates 他还在那个新英格兰医学期刊里面 还发表了一篇 他自己的投书 那个是很专业的医学杂志 他也是提到 大概现在就是说 大概一个感染者会传染给 两到三个人 两到三个人 但是我们先不要 我们要先略过那个超级传播者 你用韩国的例子 这两到三个人不算多 对不对 就传染病来说 他只要大于一就是传染了 就是流行了 对 但是两三个人 对 他不是强到说像那个麻疹这样子 天花这样 然后这种就是说 超级传播者 他大概就是说 他可能病毒量非常强 大概我们知道 前一阵大家都在说 那个韩国那个阿祖骂 或者是说新天地的教会 现在三分之二的韩国的那个确诊者 都是他们教会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讲到 到底他死亡率多高 现在大概是讲到说 可能就是比那个流感高一点 可是呢 又比SARS低 那再来就是说怎么治疗 现在我们大家听到 已经觉得说 那听了很多 就是说有一个 那个先前说 那个瑞德西韦 对 然后奎宁我们也问过 就是说 虽然说那个钟南山院 是说应该是有效 但我们上礼拜采访 那个振兴医院的 那个药局的主任 他就说 奎宁他其实毒性也很强 副作用也很大 事实上现在是不可能 轻易取得的 所以现在的治疗 大部分都是用支持疗法 对 因为病人的肺部会变化 所以瑞德西韦 目前看起来的话 他现在在做人体实验当中 所以他是不是会比疫苗早一点 因为疫苗 我们先前跟潘卫中老师聊到 可能要快则半年 慢则一年才可以使用 一定赶不上这一次 那但是瑞德西韦呢 他现在其实在大陆已经在用了 但是医院里面 比较像是合作的方式在用 而不是上市 不是说 你可以去药局买到 不是这种方式 是跟医院跟国家合作 对对 然后现在原来的药厂 我记得他们上礼拜还发了一份新闻稿 就是说你现在要经过这些 还是要经过临床试验 对 那现在只是先用实验性的用法 救急 所以我们目前也是争取被实验 对对对 我们就是说北中南各一个医院 然后希望有几个病例 OK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大家都说 其实在大陆他们非常 非常习惯用中西药合制 那现在不过 现在提出来只有一个叫做肺炎一号方 他就是确温颗粒 不过他们现在也只 是用在轻症跟疑似感染的病人 那前一阵子我们上礼拜 也有一位那个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医部的主任 他就提到说 我们这期也有写到 就是说有病人去问他 他其实是看肩骨酸痛 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吃那个双黄脸 双黄脸 不行啊 不行 真的不行 因为那个都还是要看体质 而且没有验证说 就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对对 然后你也不 既不能拿来预防新冠肺炎 也不能拿来治疗新冠肺炎 就是建议大家说 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不要去轻易尝试这样的 去听这些网络上面讲 因为这些都是要经过 真正的临床实验的 不过我们待会跟大家讲一些 比较简单的自我防疫方法 这些东西 比较至少是确定无害的 好那未来的发展呢 未来发展 我们大概也整理出来了 就是赖明昭院士 跟那个廖金伦所长 他们说 就是说 大概一般的病毒 它会有四种下场 第一个就是像我们说的SARS 它是传染力很低 可是它死亡率很高 然后大家就知道 那时候就是高烧 第二个就是像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有像登革热 其实登革热台湾每年都有 上次还之前还说 它是比较处于在中南部 可是它其实已经越过左翠西了 没说去年前年的时候 其实东南部死亡的人也不少 是还爆发过大流行 对 几年前好像2015年 然后再来 25年 对 再来就是说 它不会消失 那再来另外一种 就是说大部分都有免疫力 我想我们都打过德国 德国麻疹 或麻疹疫苗 它大概就是说 它传染力很高 可是呢 它病毒的变异比较慢 所以有疫苗出来 那再来就是它流感化 就是说 大概季节性的病毒 我们知道流感 现在大概是秋冬 不过现在因为 那个地球暖化的关系 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太知道说 它会不会说 跟着季节一直走 可是至少现在知道说 大概我们大部分的专家 可能认为说新冠肺炎是可能是下一个流感 所以才会说每个国家的防治方法是不一样的 那每个国家的能力也不一样 比方说像新加坡 它因为口罩不够 它就认为说我治重症就好了 对 然后有的国家 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可以去观察 它的做法跟措施到最终 是不是 是不是好的 因为亲政他觉得说 我们我们的我们的医疗资源 没办法去支撑 你就在家隔离就好 是我就治疗重症的人 那韩国是因为他检验的那个能量很强 所以他们很快就筛出来很多 一下就筛了九万多人 那你说像日本 大家先前说的钻石公主号 也是因为筛减的能量不够 那台湾现在基本上 大家都觉得说好像守得住吗 至少到这两天就是 才差不多几十例 四十例左右 对所以我们会讲到 他会有一个就是说 他自己不见了 第二个就是说病毒他没有消失 但是他会来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大部分人会有免疫力 第四个他就是像流感一样 第三个跟第四个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说第四个流感化是没有免疫力 是这个意思吗 第四个他就是他因为他的病毒会一直变 所以你不能打那种固定的病毒 不能打固定的疫苗 你说麻疹疫苗跟德国麻疹 其实都有那样的疫苗 然后他是可以控制的 可是流感每年都要拆嘛 对对对 因为他还是会变化了 了解了解 所以目前看起来新冠病毒比较像这个 对大家我们至少我们在这一轮的采访 采访了这么多专家 大家会认为说比较他会走流感化 就跟人类共存 但每一段时间就来骚扰一次 那变个样子 戴个面具 什么之类的变装而来 是是是是 他就是说很好玩 我觉得那个赖宾教育院 是他前两天跟我们说的 就是说其实他拿到了他就像一把那个万能钥匙 他找到那个人体里面那把那个那个锁 他就变一下 那个钥匙就打开了 打开了人体细胞上那个锁 然后就就开始侵犯人类 所以他一直在变化 那你就你就要常常去想要怎么办 对 OK好 所以呢 这是有关于目前的新冠肺炎病毒 这个最新的整理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回到蓝宣时期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抗健杂志的总组笔张晓慧 来聊这一期抗健杂志所做的防疫自救全攻略 那当然就整理了一些跟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相关的内容 那我们在谈的部分 抓三个重点 一个就是病毒目前长什么样子 未来会怎么样变化 再一个的话就是有关于防疫检疫这件事情 我们的学者专家或者国外的一些做法 比较建议什么样的状况会来的最好 可以守住我们医院的这个防线 那最后来聊聊自体的一些免疫的 这个加强免疫的做法 所以我们现在来聊聊医院 因为这一次第案34 他是在医院里面 然后他首先他的来源不明 所以大家也担心 他这个其实就已经有点像是社区感染了 因为他没有旅游室 但是重点还在他住进了医院之后 他感染了四个人 所以这其实有一点像小规模的院内感染 但是我们似乎继续了某一个教训 我后来刚才这两天我们的公卫学者跟专家 他不倾向于做跟和平医院一样的疯源 他们认为当初医院里面的死亡这么多 我记得我们那一年七十几个人死亡 中间光是一会儿你就死了十一个 就是说你其实久有点像大家现在在讨论武汉 你封了城城外的人比较安全 城内的人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所以第一个就是当那个医院并没有到那么严重 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 我看大家一直在猜 那个医院是哪一个医院 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的观念其实也与时俱进 所以到底医院该做什么样的一个防护 我看现在的我们的防疫中心跟医院最近动作都非常多 发烧筛检战啦 轻重症的分流啦 一般的一般病症跟新冠肺炎的分流啦 就都开始去做了 我觉得还蛮好的 是不是请小慧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目前大致是哪一些 那有哪一些是更好更新的建议 对我们这一次其实也是类似蓝轩刚刚这样的思维 就在讲说其实我们在社区其实也就是担心说啊 我们会有社区感染 可是你社区的感染里面 现在看起来都是群聚嘛 家庭里面啊 我跟你你跟我这样 那另外一块就是真的是医院 大家看到在武汉 其实说到我现在每天看啊 因为我们长期采访那些医护同仁 我觉得你去看武汉就是他马上就说 折损了多少院士 折损了多少个主任 折损了一个什么肾脏移植的权威 你就看到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更不要说那些戴了那个口罩 已经把皮给磨破了那些的护理人员 对他每天戴 然后你又不能上厕所 那再来就是那回到台湾怎么办 那确实是大家 我觉得所有专家都是告诉我们 就像我上礼拜去参加台大公卫的那个记者会一样 大家都在讲说 其实有一个对照组叫做17年前的那个SARS 所以台湾因为这样的记取教训所以才会有这些防护的方法 所以现在大概在医院里面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像我们台北知道四大医学中心 大概每天都有上万个人去看门诊 那你更不要说 应该手很多了 曾经上万 我上礼拜去了某一家医学中心 他现在就是第一个有那个过那个红外线 第二个有的就是即便像台大公卫学院 他都要量体温 所以现在大概在医院里面在急诊里面已经分出来了 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那个发烧筛减在 你只要有问题 那更前面就是我们一般大小感冒 我们过去都习惯去看诊所 现在诊所就说拜托你不要 你不一定要来 你如果发烧或担心你不用来我们诊所 直接去医院 对直接去医院 这是我最大的疑问 就是因为我最近上个礼拜感冒 然后我就去诊所 所以我就发现诊所上面就贴了好大的那个 他们手写的就是说如果你发烧 而且有以下的旅游室 请你直接到医院的急诊室 他们意思是说我不处理这样子的病患 但现在我们的医院如果要做分流 意思就是说他希望地区的 或者说地方的诊所也可以扮演若干角色的话 那诊所怎么分流 诊所很难 所以我们采访了两家诊所 就是算都是很慎重的 有一家在中部 那时候就是因为二十六二十四例吧 就是中部的那位白牌司机 他们有接触到海线的 所以就会说诊所其实他已经很警觉了 可是我们现在说你诊所为什么要熟 其实现在不熟了 大概他们现在就会把 他们也类似做一个小型的那种发烧筛减 就是只要你体温偏高 甚且现在对于说过去都说38度体温才高 现在没有没有现在就是说 额温好处37 37度5就不可以了 那现在就是说其实诊所我们也采访到那位海线台中海线的那个诊所的医师 他就说我们现在其实每个月要多花七万块 一家诊所 他们买全套的防护衣服 目镜 口罩 全部的物资都备好之后 先在外面 他就是不要让发烧的病人进他们诊所 是嘛 没说像我那个医生 我是儿鼻后科的医生 他也是啊 他就带着他那个防护罩 然后他在他的那个桌子 比如他还有问诊的桌子 他跟我之间还隔了一个玻璃 亚克力玻璃做的一个透明的东西 所以我是隔着玻璃跟他讲话的 所以他们都很谨慎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样子是对的 那未来到底我们的规划是说 因为如果说像新加坡 对 他的轻重症的分别是 医院处理重症 轻症是回家或地方的家庭医生处理 那家庭医生就是一般的诊所 那他有能力处理吗 他要怎么处理 那如果依照我们目前 是执政所都不收 对 有任何疑似的状况 他通过送医院 现在目前是这样 是这样 台湾是这样 对对对 就是说尽量管他轻重症 都是医院 只是医院会分出 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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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他 我们至少在采访到 医院的急诊 或者是说那个高雄长庚 高雄长庚那一年 他当年也是 因为收了人际的病人 逃出去的病人 然后他们的那个 有一位医生就是帮那一位病人 做插管的时候被喷到了 他的嘔吐 那好可怜 那有一位林医师就因为这样过世了 所以其实高雄长庚 而且那个病人隐匿他的病史 没错 我觉得好糟喔 当年不懂 我觉得人的心理 我觉得人的心理都过度矛盾 就是说其实你真的要克服自己的恐惧 就是说你不说你怕别人歧视你 或者你不说你怕怎么样 问题是你说了医院才可以救你啊 也是不是吗 我就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说 因为这个目前的状况 不是说你不舒服 你回家去药房买个药而已 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如果你当下变重症 你觉得唯一的方法 就是你住到医院里面去 医院有敷压病房 医院有支持 医院有支持疗法 不是吗 那你不能隐匿 然后呢你回家自己等死吗 是这个意思吗 但是还是有人 你有没有想过说 昨天 我觉得人类的恐惧是很奇妙的 是 你有时候会朝向非理性啊 不然怎么会有说 医院护理人员要订便当 他都不给定 对啊 那你就说我担心你脏 你把病毒传给我 那你能防到什么程度 而且他是说你放外面 你不用送到医院里面去 他都还不愿意 而且你不想想 我昨天天了以后也觉得很残忍 就说 那你要救命的时候 你需要医护人救你 是 那你平常这样对待他 是 是不是好吗 对 对啊 我觉得人性 他就是考验人性 瘟疫就是考验人性 真的是 所以现在的医院 大概都会说 就是按照分流的方式 就先测 如果你就是一测 就是如果你去急诊 真的就是建议说 我们至少现在知道说 诊所他大概不收 在目前这个阶段 然后他们也不做一些 如果要收 一定要让 我觉得我们的防疫中心 一定要给他足够的资源 而且教教教教教教 他们怎么做 否则的话 诊所很难 那也是因为说 现在能够刷你的旅游史 对 所以大概知道说 你从哪里来 不然就先前我们采访 都说要用套套的 然后拐弯抹角 或者想不起来了 就是说 我前天跟我弟弟的同事 他刚从上海回来 举例而已 举例 所以那种就是很难说 所以现在大概就会说 我就先询问 然后还有查你的那个旅游史 就TOCC 然后再量体温 然后有发烧的 就是给一组人看 没有发烧的 我们再进行急诊 那现在就是说 如果你有担心或者疑似 或者是说 怀疑他就是直接送到负压 这样的流程 所以他其实专门的电梯 专门的管道 那至少目前在医院 是这样做法的 而且好像很多都放到户外 就外面搭帐篷 我干嘛 因为他跟一般的病人 分开才可以 是是没有错 所以这边有一个 我看到你们在做的 就是说一般病人的部分 我觉得他做的还蛮好的 这个是 这就是你刚刚讲的 高雄长庚嘛 因为他们有上次SARS的 非常惨痛的 折损一个医生的经验 所以他们甚至连那种慢性 因为太多了 像我们爸妈就是慢性处方签 那我的方法就是我去 你不要去 就是我都带着口道去帮他领药 但是这个方法更好 他在外头设一个临时药局 有点像得来素一样 你直接开车取餐 就开车取药 我觉得方法蛮好的 在愿外领药 愿外领慢性处方签 因为他们真的是吓到了 所以他们应该是 我们在这次采访中间知道 就是说一开始有疫情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 连停车场也不停车了 然后取药的病人 你就尽量少进医院 其实也是保护病人 对啊当然 对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医院 那再不要说我们这两天 因为这几天有院内感染的例子 所以现在有限制那个探病的人数 以前我们还会说 某某某人生小孩 我们一票人去看他 现在不行了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确实大家在改变自己的习惯 那我们也不要再说 就是外籍看护工 他其实照顾你的家人 然后他染病了 他自己不知道 回到你刚刚说的 他出去 他放假的时候出去走 他真的不知道啊 所以我才会讲到说 我们有时候不要太去给人家 我同意那个阿中部长 不要贴不要签 不要雾名化 有时候我觉得我这一次 只学到最大的一个心得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被传染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传播者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 陈建仁副总统说 你就是那个节点 你不知道那个节点 是你把它一直传下去 还是就在你这里阻断了 真的 因为他就无症状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说 当然希望不要有 而且就算罹患了 也可能你是轻症的 但是就是说 因为这样的一个 很可能他 产生玻璃这么的强 所以不要对 目前已经确诊的人 给予过多的那种 真的是 异样的眼光 奇奇怪怪的说法 对 因为你终究你是需要 你需要第一个 你需要照护工 第二个你需要护理师 第三个你需要医生 对 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应该更增加一些 同理心 OK好 所以一些相关的诊所 跟一些医院的防护 如果听到刚才这个例子 我觉得像这个 对于一般的病人 他怎么样子进到医院去 或者尽可能不要进到医院去 这个临时要觉得 想法观点 我觉得还不错 OK我们休息了再回来 好回到蓝萱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康剑杂志的总组笔 这个张晓慧来谈这次的新冠肺炎 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 最后怎么样提升自己的保护力 防防疫力 这个最近大家也讲很多 那但是我们这边讲到就是说 都是这个康剑的记者去采访过 这个专家所提出来的 好建议是什么 我们第一个还是说 其实中医是建议说 你要调理你的身体的湿跟热 就是说体温太低 太高都不是很好 所以呢 我觉得那个上礼拜 那个赖明照院是 我们一直问他一个很好玩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蝙蝠是那个 所有病毒的集中地 然后他自己是没事啊 我看 对对对 这个话题很好玩 我也看过一些相关的文献 就是他自己 他怎么回答你 他说蝙蝠的体温很高啊 是因为蝙蝠体温高啊 我看到的资料 他描述当然是一个蝙蝠的 这个这个这个动物 他本身的习性 对特资 就是说他夜间初始 就他杂质性 然后他自己本身 有碰到非常多的风险 对 所以他必须让自己 能够跟这些病毒共存 对 他是目前看起来的 会飞的哺乳 对动物里面 身上病毒最多的一种 可是他没事 对他没事 而且他也不会直接 传染到人 因为通常人 不会直接跟蝙蝠来接触 对 他通常需要一个中间者 所以这一次大家 就在谈到说中间者是谁 宿主是谁 对 就大陆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的例子 他们说 可能不是吃蝙蝠 也可能是吃穿山甲 嗯 那这不知道 这个真的是不知道 但是对不对 对 那你们照也是这样说嘛 是是 然后 宿主 宿主 那我们就 上次上次宿主是一致国之力 他是因为 呃 对 总而言之他奋便沾染到了 对 那我们现在其实回到就是说 告诉大家就是说 现在 至少对于现在这个新冠肺炎 就是中西医他们强调 第一个就是说 你大概要保持室内良好的 适当的温湿度 好比说我们现在看到北海道 日本的北海道 他其实说好冷啊 大家都在户外滑雪 那个雪季怎么会这样 后来归纳出来 他们增加病例比较多 就是说 我去参观那些摊位啊 或者人跟人的接触 然后大家也不要忘记 就是说 其实密闭空间还是相对危险 所以会建议大家说 你室内的温度就是希望说 大概维持在25度 然后湿度大概不要太湿 大概在55% 这个现在很多的那个人 冷气调节器都会看得到嘛 第二个就是说 你还是要把自己的肠胃弄好 那带来就是说 少吃甜的少吃炸的 这个其实是很考验的 但是吃姜这件事情 确实是中医认为说 对身体暖和是比较好 而且可以排施 那再来就是说 你要保暖 像昨天很热 今天就变凉了 对啊 蓝轩也是 对啊 我上次才跟他讲 说啊 大家都去户外走走 然后呢 我就去户外走走了 一走 就上风了 很丑 去走就是要保暖了 像你这运动 运动一下体温一下很高 一下那个 对 再来就是说 大概有一些中医的一些防疫茶 就像我们以前常常会说 什么什么汤一样 大概就是说 你可以去喝一些药材 那我们看到那个郭折张医师 他提出了一个防疫茶 大概就是包含了什么薄荷啊 防风啊 黄芪啊 甘草这些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我们这一期的康建杂志 不过就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中医期有一些药材 是可以帮助你有一点比较好的免疫力 然后可以那个让你觉得体力比较好 嗯 那你刚刚这个讲到说 问那个赖明照 讲到说蝙蝠体温高 我也觉得蛮好奇的 那蝙蝠体温高 所以身上有那么多的病毒 包括了新冠肺炎的病毒 但是为什么我们又说这个病毒怕高温呢 他是在蝙蝠身上没事啊 因为蝙蝠不会因为这个病毒 然后得到感染啊 嗯 所以在他身上是没事的啊 他自己可以 所以跟病毒自己本身 适应什么环境 怕热这些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两回事 所以病毒目前看起来 一般的说法还是说 他其实是怕热的 对对对 所以你才会说我们的温度 要维持在25度左右吗 对对对 室内温度 室内温度 对对好 那当然就不要再说了 就是大家说的 你你其实 所有的病毒来可能 这样的病毒对我 可能就会有伤害 可能对蓝血泥 可能又伤害率低一点 那可能在我身上 我可能会有病毒量 但是我没有症状 我可能传播给别人 无论如何 其实就回到每一个人的免疫力 你该做的运动还是要做 好比说我以前会上健身房 我这段时间就比较不回去 因为是密闭空间 对 对 那你其实 你去健身房踩飞轮 那现在这种时间 你就去踩Ubike就好了 你去户外 而且我后来我前前两天呢 反正在家 我的做法就是 我去公园散步跑步 然后突然间 这个人机移动 我就脱了鞋 在光脚丫 在草地上面走 舒服吗 好舒服 好舒服 我就回想起我们先前 其实在节目里面 也跟大家聊过 也是有专家 还出了一本书 叫做接地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对 他其实讲到说 这个就是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没错 当然就他们这种 更进一步的讲到的 有磁场的概念 更觉得说 对身体是好的 接地气 对不对 至少我觉得是开心的 对 我们很久没有踩草地了 这跟你踩家里地板 是完全不一样 是 那最后再来就是 还是希望说 尽量不要特别去 要去补充什么了不起的 保健食品 或者什么特效的 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说 你吃天然的食品 所以我们也整理了一些 还不错的 那个可以对抗 或者是说增强免疫力的一些食物 这样 那到底是哪一些 可以增强免疫力呢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回到来月圈时间 继续和张晓慧来聊 这期抗健杂志的 防疫自救种全攻略 那最后来讲 有九大好食物呢 可以吃出免疫力来拿九大 我们大概就是 这九大有归纳出来 就是说你如果吃到 这几个营养素 或这样的食物 它可以帮助你身体 有三个你的支持 三个免疫的反应 一个就是细胞的生成反应 第二个就是发炎 跟氧化的反应 意思就是说 它比较能够抗氧化 那我们特别提到 几个关键的营养素 就是大家知道 可能很清楚 可能也我就是 就是再提醒一下 就是 关于维生素 就是维生素C A 还有D 然后还有一个特殊的 营养素是鑫 就是说 大家都听到说 常常说 感冒要补充鑫 真的喔 鑫喔 对对对 那鑫哪里有 鑫哪里有 我会看了你们 哈哈哈 牡蛎 对 就是说 鑫其实是 牡蛎就是 鸽啊跟 鸽啊 有分大小 对不对 大小都OK嘛 应该是大一点比较好 好啊 对双好 那更多是不是 对对对 那鸽啊有吗 鸽啊有啊 也有吗 对对对 它们应该同一类的 对它们是同一类 对那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说 也许你可以去补充牡蛎 这是第一个就是鑫 然后还还有蛋白质啊 常常我们过去还会说啊感冒 可以喝热鸡汤 其实鸡汤也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 要吃的吃鸡肉 不是只有喝汤 OK 再来就是说我们另外其他的八种好食物 大概也不是很奇怪 就是你平常去超市都买得到 但是都有维生素DAC就是了 是是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鑫 刚刚再补充一个鑫的来源就是坚果 坚果也有 对对对 然后它有好的油 那所以对抗发炎跟那个反应是好的 那再来就是蔬菜类的 蔬菜类就是多吃菇 现在菇也有很多种类 所以它有多糖体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 就是说其实菇里面 如果它是高剂量的话 可以调节我们免疫细胞里的B细胞跟T细胞 不过我们并不需要吃到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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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啊什么什么汁啊这些 我们就是多吃一点菇类就 都不赞成特别去吃那种额外的提炼的 提炼的对对对对 你就三餐里面等一下去吃自助餐夹一下就好了 对 你刚才讲T细胞就是免疫细胞嘛 对对对 它就是免疫里面的免疫反应 所以菇有有助于调节这个T细胞 对 再来就是我们说胡萝卜啊就是A嘛 然后再来奇异果是维生素的C 那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就是 其实大蒜如果我们去吃什么火锅啊什么 记得咬一勺大蒜我过去都不挖的 因为觉得说那个等一下会很不礼貌 对啊嘴巴臭臭的 是可是大蒜的那个蒜素对这个我们调节我们的抵抗力是好的 调节抵抗力 是是再来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维生素D的话 就可以吃那种高脂的中小型的鱼类 中小型是什么鱼 比如说鲸鱼 现在鲸鱼很多嘛也不贵秋刀鱼鲑鱼 那比较不建议吃太大型的鱼类比方鲍鱼奇鱼 那个是要预防重金属 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说你一天大概吃个将近100克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再频繁不过就是鸡蛋跟优格 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吃 鸡蛋跟优格最主要是蛋白质 还有维生素D 好那优格是好的菌 那好的菌就是帮助你肠道嘛 肠道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免疫的系统 对对对对对这部分我们好像跟派瑞松老师也聊到过 尤其说像有一些人他因为疾病的关系要吃抗生素 抗生素也会杀你肠道的好菌 所以才会建议说其实多吃优格 而且吃无糖的啦我们现在糖的来源太多了 所以会建议大家就是说你在你的三餐里面大概有一个这样的印象说我吃这些东西其实多少对加强我的免疫力是好的 增加我的抵抗力 大概就是记得说你今天三餐里面也许这一餐吃菇 像一吃红萝卜炒蛋 或者是说你吃蚵仔煎 嗯 都不错啊 嗯 真的是 然后平常抓几把坚果来吃 然后饭后吃点优格 没错 然后吃饭的时候拌点大蒜 真的 不过拌大蒜真的就是比较伤好 今天一般就吃完就嚼苦香糖有用吗 暂时 哦 哎 戴口罩根本就不怕有味道了嘛 现在是这样啊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戴口罩其实可以保护很多事情 所以不要化妆 最近好多那种就是说啊 疫情来了以后你才知道说很多事情其实不需要 包括说你戴了口罩之后你就不用怕这个不用怕那个 但比较残忍的是我看到就是说疫情来了以后 像像我朋友的工厂 对当他开始限制一些人就说不用来上班的时候 他会发现说哎这样的人也可以运作吗 真的 这就比较糟了对不对 那那回到我们办公室就是有一些会议好像不开 我们也可以继续维持我们的日常啊 这就很好对不对 对 嗯所以哪些好哪些不好呢 不知道 我觉得疫情就是在考验很多事情 过去就是说你 你不会叫外卖 可是现在很多人因为被隔离 他需要叫外卖 对 所以他促成了一些事情 或改变了一些事情 真的是这样 不过我最后真的要建议说 大家说的那个 我觉得我们很多专家都讲得很好 就是说他也提升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素养健康势能 嗯 所以像金传春老师说 你第一个要改变就是拜托不要再吐痰了 台湾还是有啊 你看到还是有一些人就就吐痰了 嗯嗯 希望戴着口罩 大家也少做这些事情 嗯 因为这个就是公共卫生公民道德嘛 是啊是啊 对不对 对大人来说可能不吃野味 这个是他们最要面对的 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这一个 公卫的习惯 公卫的习惯 对那当然还有中间我们讲到的 他考验出的人性啦 对不对 我真的觉得戴口罩不化妆好好 哈哈哈 对女生来说太方便了 是是 OK 好非常谢谢张奖 张奖会到我们的现场来 谢谢 谢谢